同学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讲解load.js开发web应用基础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本台课程的一个学习大纲 由于本台课程不是针对零基础的同学开始的课程 那么如果你没有css html gs 或者是其他任何一本编程语言的基础 或者是根本没有学习过这些技术的编程语言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直接来学习本门课程 因为如果你直接学习本门课程的话 你可能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或者是根本不知道我在敲什么 那么这样是不是会降低你 学习本门课程的一个积极性 所以说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先把这些基础的课程搞懂搞懂了过后 再来学习本门课程 那么你将会理解跟透彻 学习本门课程我们将会学到什么东西呢 首先啊本门课程里面将会对http协议 以及该协议的组成部分做一个详细的讲解 以及什么是load.js 这个load.js有什么用 它能做什么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将会讲解 并且会对load.js里面系统模块 进行一个案例讲解 在后面我们会通过一个简易的微博服务器来讲解 什么是微博服务器 以及这个微博服务器的原理 这就是我们学习本门课程能学的知识点 本门课程大概分为了12个章节 那么在12个章节里面啊 每个章节大概有20分钟 我们这里一课时的话大概是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12节的话就大概是四个课时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课时 它的一个课时内容 这个第一个课时里面我们将会讲解 http协议它的一个概念 以及这个http协议它会用到什么地方 第二部分我们将会讲解 这个http协议的组成部分 就是这个http协议它是怎么要组成来传输我们的数据的 第三部分我们将会讲解loads 它是个什么东西 它应该怎样来开发 以及怎样在一个环境里面搭建 我们loads 而第四个部分 loads的模块介绍 这一节我们将会介绍 怎么样来写一个模块 怎么样来引入一个模块 而第五节我们将会通过loads的一个 知识来开发一个简单的web应用 打印一个hardword 第六节第七节 那么这两节的话我们将会讲解 loads是一个系统模块 http 这两个模块里面我们分别会介绍 客户端服务器端 直接来开发 而第八节第九节我们将会讲解loads系统模块 fs 也就是我们的文件系统 那么这里我们将会讲解 文件怎么样读取 怎么样写入 以及怎么样同步一步的方式来写入 或读取 而第十节的话我们将会讲解 question这个模块 而这个模块我们将会讲解 通过这个模块来解析 URL后面的查询字幕串 第十一节 十二节 这两节的话我们将会开发一个简易的web服务器 并且会讲解什么是服务器 以及它的原理 这就是我们本课程的一个学习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节的学习内容 它的知识点 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会讲解两台电脑之间 它通讯的条件 第二点会讲解 TCP协议和UDP协议 第三节 第三个知识点 我们将会讲解HTP协议 这是我们学习第一节的那个知识点 讲解第一节知识点之前 我们先讲个小故事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理解两台电脑之间 它有通讯 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有一天啊 这个小明和小强 一个在山大头放牛 一个在山大头割草 但是由于这个无聊 这个小明就想找对面的小强聊聊天 由于这个距离比较远啊 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个小强在对面干嘛 他就大声喊道 所以这个小强喊道 小强你是在割草吗 这个小强听到有人叫他 他抬起头 隐隐约看到对面 小明在对面的山头 但是由于这个山高峰大 这个小强根本就听不清楚小明在问他什么 他以为这个小明在问他别的东西 他就回来一句 不我在这边割草 这个小明听到这个小强回应了他 但是他也没听清楚 他只是听到这边 这个小强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草 然后这个小明以为他不是在割草 他就又回应了一句 我原以为你是在那边割草 就这样 这两个人聊一下我 聊得很开心 但是到最终都不明白 对方在干什么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来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什么呢 当然不是分析这个小明和小强 两个人有没有明白对方在干嘛 我们要分析一下 这两个人能在这里聊天 聊得这么开心 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首先第一点 他们能聊天 首先两个人得看得见对方吧 所以说这个 第一个必须具备的条件就是 在考鉴范围之内 两个人必须去看得见对方 必须看得见对方 好 第二点 这个两个人能聊天 他肯定说的是同种语言吧 那么如果这个小明是外国人 小强是中国人 两个人都互相不明白 对方说了什么东西 如果他们还能在这里聊得很开心的话 那么要么你竟然鬼了 要么就是这两个死命病 对不对 这第二点必须什么呢 两个人都说同一种语言 好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 两个人肯定都得知道对方是谁吧 你说这个小明如果小强他不认识 他们还能在这里聊一下 我聊得这么开心 那只能说这两个人的默契太好了 所以说第三点 这两个人应该都互相认识对方 两个人都得知道对方是谁 第四点 第四点 这个小明对小强喊那个话 小强也回应了小明 他们都是通过什么呢 都是通过声音来传播的 那么这个声音传播过去 他肯定要有个戒指吧 对不对 所以说必须要有这个信息传播的戒指 呃声音传播的戒指吧 戒指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人人之间聊天啊 他必须要至少要具备这次个条件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两台电脑之间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小明和小强 换成两台电脑 他们之间的通讯的话 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么首先我在下面先画出了两台电脑 并且列出了这两台电脑 他要通讯所具备的一些条件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分析讨论一下 首先第一点啊 这个电脑要传播信息 他肯定要有传播信息的戒指 那么戒指啊 我们人传播的信息的时候 是通过声音来传播的 那么这个空气就是我们的戒指 而这个电脑他要传播信息的时候 他只能通过什么呢 通过了我们的网线来传播 所以说这里我先画两台网线 那么有了这个网线还不够啊 这个电脑他通讯的话 他必须具备一个通讯的环境 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小明跟小强这两个人一样 他们两个要聊天的话 他们必须在可见的范围之内才能通讯 才能聊天 电脑也一样啊 他要通讯的话 他必须具备一个通讯的环境 我们这里把这个环境叫什么呢 叫做网络 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就可以实现 同一个网络里面两台电脑通讯了 我这里标注一下 好 那么有了这个网线有了网络 按理说这两个电脑他就可以通讯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一个网络里面 他的电脑可能又有成千三万台啊 那么这么多台电脑 我这个电脑怎么就能找到对面的这台电脑呢 他其实找不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对不同的电脑 对待进行命名 对待进行命名 那么这个命名啊 他不像我们这个人类的名字一样 通过字母或者是中文字符 他是通过什么呢 他是通过一个叫做IP地址的形式来对待命名的 而这个IP地址它是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有四组啊 0到25之间的数字 组成了一个数字标识 来标注什么呢 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不同电脑的他的身份 那么这里我先把这个两台电脑的这个IP地址 来写一下 按照这个是A电脑 他的IP地址啊 叫做192.168.1.1 而这边这个电脑B电脑 他有一个IP地址 他有一个IP地址 192.168.1 注意啊 这里啊 我们这个IP地址在同一个网络里面 他是不能重复的 好 那么现在这两台电脑 A电脑和B电脑 他那个通讯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有网络并且连上了 并且还有这个同一个网络里面有不同的那个IP地址 也能识别对方了 那么我们这两个电脑是不是就可以通讯了呢 这个确实是啊 确实可以通讯了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电脑通讯了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网络应用程序来实现通讯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QQ 我们发信息的时候 我们都是通过QQ来发信息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还必须在每台电脑上安装一系列网络应用程序 比如说我在这台电脑上 我安装QQ 安装浏览器 等等一系列 我就用点来代替了 而这台电脑上也安装了QQ 浏览器 等一系列 很多网络应用程序 那么这问题又来了 我们通过QQ来发信息 发到对面的电脑上 当然啊 这个地址我们都有了 就是192.168.1.2 都能找到对面电脑了 这个对面的电脑 这个电脑 他怎么知道就用QQ来处理我发送过来的信息呢 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 其实他是不知道的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每台电脑上安装网络应用程序的时候 这个网络应用程序它必须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通过这个唯一的标识 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网络应用程序了 而这个唯一的标识我们把它叫什么呢 叫做端口号 而这个端口号它必须什么呢 它必须在0到655之间的一个数字 所以说这个QQ它启动的时候 不管是这台电脑还是这台电脑 它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号 好 现在两台电脑已经具备了网络传输的一个基本条件了 现在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通过A电脑上的这个QQ这个应用程序 发送一个数据 你好到B电脑上的QQ应用程序这里 好 A电脑要发送这个数据 它必须对这个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脑 它不能识别这个人类的语言 所以说它对这个信息必须处理完了过后才能发送 那么这个处理过程啊 我们把它称为打包 数据打包 这个数据打包其实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寄邮件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我们要寄一个某个物件 寄到某个地方去 那么首先我们得在一个邮递员那里 领起那个信息单 填写对方收获地址 填写对方的一个收获人 等等一系列信息填好了过后 然后你把这个物件包裹好 然后递给邮递员 邮递员才能通过这个 那个信息单上面的信息 把你的邮件准确无误的 传递到你这个朋友那里去 而我们这个电脑 它也把这个拟好这个数据 发到对面电脑上 它也需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数据打包的过程 这个数据打包过程 它不是说乱打包 这个传输的数据的时候 它也要遵循一个标准来打包的 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第五点 网络传输的这个基本协议 这个协议叫什么呢 TCP IP协议 通过这个协议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数据 打成一个数据包 通过网络传到对面的流量上面 但是通过这个网络传输的时候 是谁来充当这个邮递员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路由器 因为这个你数据包包裹好了过后 那么这个路由器能识别出 比如说你这个数据包里面 它那个所对应的对方的IP地址 对方那个应用程序的端口号 它就能准确无误的把这个数据数据包 传到对方电脑上去 所以说我们打包数据的时候 必须要进行这个网络传输协议 TCP IP 那么这什么是TCP IP呢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TCP IP协议啊 它其实是一套协议 它按层的话可以分为四层 比如说第一层 应用层 应用层里面啊 它包含了一系列的协议 比如说HTTP 超文本乘书协议 这也是我们Web应用传输的一个协议 而第二个 FTP 文件传输协议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SMTP 这是我们那个简单的邮件传输协议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 而第二层 第二层是什么呢 是传输层 传输层里面啊 它有两个起义 TCP UDP 这么两个起义 还有我们这个网络层 网络层里面啊 它有很多 我这里举两个例 IP起义 ICMP 协议 以及我们这个网络接口层 由于这层啊 跟我们的电脑硬件啊 有关系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不深入讨论了 我们来重点讨论一下这两个 和这一个 这么三个协议啊 它分别是什么一个概念 好 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TCP协议 这个TCP协议它的全称叫做什么呢 叫做传输控制协议 它的英文全称叫做 Transmission Ctrl Fortical 好 这个协议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点是 面向连接的一种协议 这个面向连接是什么呢 它就能保证这个数据啊 准确无误的 不会放数据丢失的这种情况 把数据传到对面去 它怎么保证呢 首先啊 这个A电脑 它发一个数据 发到这个B电脑上 问一下这个B电脑在不在 如果这个B电脑能接受到数据 那么这个B电脑 它就会回一句话 给A电脑 发一个数据帮过来 告诉A电脑 我在 你可以发数据过来 而这个A电脑 接受B电脑数据过后 它还会再一次发数据过去 告诉B电脑 我知道你在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 发数据了 那么经过这样三次发数据 它就能保证这个数据 准确无误 传到这个B电脑上 那么这个三次发数据 其实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三次握手 而通过这三次握手 它来保证这个数据 不会发生数据丢包 那么这就是TCP协议 除了这个TCP之外 它还有一个UDP 传输成下面 UDP 它还有这么一个协议 这么一个协议 跟上面那个协议 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全程叫做 用户 数据 造协议 这种协议的特点它是什么 我先把它全程打出来 user data proticle 这种协议的特点 它就是跟上面恰好相反 它是一种面向无链接的一种协议 它不管对面到底在不在 它只管把这个数据包往这边发 不管这个对面电脑在不在 对面电脑如果没在线的话 它就把这个数据包丢掉 那么这两种协议 它分别会应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文件下载 你想这个文件下载 如果是你采用这个UDP 那么你这个如果数据丢包了 你这个文件下载就不完整 不完整的文件在我们的电脑上 是打不开的 所以说未到保证的下载 它的文件能够准确无误的下载下来 那么我们肯定会采用TCP写议 而我们这个发送QQ信息的时候 你发个数据过去 对面到底有没有接收到 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 它如果没接收到 你再发一次就行了 所以说这种我们就采用这个UDP 这种写议它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这个TCP 它这个面向连接能保证数据 准确无误的权到对方电脑上 但是它这个传输的效率 相对于UDP它就要低一些 因为它经过几次握手 而这个UDP的话 它虽然传输效率高 但是它可能会发生数据丢包 所以说各有各的特点 所以说我们这里 不能说哪个写议好哪个写议不好 它各有各的用处 那么除了这两种写议之外 我们应用程这里 还有一个TCP写议 这个写议它又是 它又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写议叫做 HTTP写议 它全程叫做什么呢 超文本 FM 传输协议 那个英文全程叫做 Hypertext Transfer Protical 这种协议它是建议在这个TCP和UDP这两种协议之上的一种协议 它是应用程的一种协议 为什么有了这个TCP和UDP协议之后 还要需要这个上层应用程的协议呢 我们知道 这个TCP和UDP它只是 只是为了发动数据而存在的这种协议 而这个发动数据 到底这个数据在对方电脑上 要怎么才能解析出来对应的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还是要按这个标准来 来解析才行 那比如说 我们这里 我们这个麦子学院 这个网站 那么如果我这里点登录 我数据系列信息 就是我的用户名和密码 提交登录 那么它发的数据会很多 比如说我这个本地电脑上 这个浏览器的一个类型 它内核是什么东西 我采用什么浏览器 以及这个发送的时候 浏览器里面 支持的压缩方式 以及我这个浏览器的一个支持的一种语言 还也是刚才我提交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这些信息它都会提交到服务器上面去 这些信息我如果提交到服务器上面去了过后 这个服务器怎么来解析我这些数据呢 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一个标准来解析 那么你那边怎么来封装成这个数据包 我那边就按照什么方式来解析 那比如说第一行是我的那个浏览器的信息 第二行是我的用户的信息 第三行再是一些其他的信息 通过这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才能把数据正确的解析出来 所以说这个HTTP协议 它作为一种上层协议 它存在肯定有它的道理的 至于这个HTTP协议 它内部是按照什么方式来封装我们数据包的 这个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再来讨论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